大家好 我是妹儿 欢迎又再次回到妹儿的飞行纪录器 今天邀请到的是台菜小王子 刚才和我们黄景龙师傅 龙师傅 刚才师傅跟我们聊到 从这个等于是这个切菜啊 弄这些东西好不容易长出了 那什么时候才开始 等于是开自己更多家的餐厅 因为我知道师傅很多家餐厅 对 那个之后就是说 我大概差不多二十七八岁的时候 这中间也是有在餐厅 这个一直有开始长出之后嘛 然后后来就我父亲他就退休了 然后我就开始跟我妈妈母亲两个人 就是扛起餐厅所有的大小事物啊 那在这中间我们又有陆续做一些 不同的品牌啊 就是说我们能来我们有做这个套餐 开那个套餐店 然后还有开那个会馆 然后还有我们那个宴席 还有我们传统的我们台菜的热潮 那中间其实在这些过程里面 我发觉啊这个其实真的如果你要有这个创业的人 一定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就是说你要把你的时间都投入在里面 嗯 对那那有时候我们会想说你这个可能家庭会没办法减固 因为你时间都在这个工作上那时候很简单 嗯就把你这个呃你周遭的人啊加亲戚一起拉进来 所以说我我餐厅像我我们因为餐厅很多嘛 就我太太啊嗯就一间店给他去去去管理 嗯 好那我丈母娘啊嗯也把他拉进来 嗯 去当经理那我小舅子啊在餐厅的厨房啊 嗯 还有甚至说像我弟我妹啊 还有我妹夫啊我弟他太太啊 嗯 整个家庭家族人都分散在这些餐厅里面这样子 嗯嗯 对大家一起同同 欸什么应该讲说 同舟共济 同舟共济 同甘共苦 嘿 这样子就 同心协力这样子 这样就不会觉得说好像只有你一个人在工作 对就是说家庭也顾得到 然后对 经营方面也顾得到这样子 嗯 家裔鸡肉饭啊 廟口卤肉饭啊 cigarettes 木鱼肚粥啊 还有什么胡椒 松山的胡椒 对 基隆的螃蟹羹 这样说下去 我口水流下来了 师傅来 跟我们听众 想做简单的 快速的 好吃的台湾料理 教我们一步吧 这个小吃 你刚才讲的 为什么前面都加一个地名 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那是当地最有特色的 而且这就是我亲自 到这些地方去吃 吃了之后回来写 把它味道大概 做一个比例的拿捏写出来 所以说你在讲那些当地的 因为其实随便讲一个 讲一个滷肉饭就好了 北部中部南部各有不同 但是我这里面是 写出我觉得口味不错 而且我觉得大家会接受的 因为有时候像 南部很喜欢用肥肉 都是肥的部分会比较多 北部喜欢有些用肉燥 就是绞肉 那我这边跟大家来推荐一个 就是基隆 庙口的滷肉饭 这摊在基隆庙口很有名 然后我去吃了之后 我发觉它里面的肉 很特别 它有三种肉在里面 我现在把这个配方 大概跟大家讲一下 它里面有一个 猪的后腿肉 但是拿去搅成那个 那个什么 绞肉 绞肉 大概是300公克 梅花肉 猪的梅花肉的绞肉 100公克 然后还有一个是梅花肉 要来切 用手来切成肉丝 100公克 这三种肉 所以就是后脚肉300公克 然后后腿肉 梅花肉100公克 还有一个是要手切的 肉丝 对 梅花肉的肉是100公克 还有一个我们每次吃乳肉饭 这个嘴巴好像会有胶子粘住 对 这个叫做猪皮 你要另外再买猪皮回来 切成丁 这个大概100公克就可以了 那里面吃起来有点甜甜的 那个东西叫洋葱 洋葱大概1 2分之1颗洋葱 不是红葱头吗 红葱头 其实红葱头我是建议说 我们去买市面上 炸好的红葱头酥就好了 因为你红葱头你新鲜买回来 你要你要把它变成红葱酥 你要经过好几个程序 第一个就是要切 手工去切成红葱 你要先剥 对对对 剥成剥那个膜 然后再用刀子去切 切成红葱酥 对 然后还要洗水 对 因为那个太辣了 洗水是说用水泡过以后 对对对 然后把它沥干 对 沥干之后 然后再下去用低温的油炸到酥 然后炸酥捞起来 你还要放在那个 那个纸啊 吸油纸上 吸油纸 把它晾干 所以说程序太复杂 这就是红葱头的酥的做的做法 对对对 这样才会好吃 所以说我就是建议说买市售 已经炸好的红葱头酥 这样就可以 大概是60公克 那调味料很简单 调味料第一个就是酱油90cc 然后呢 味噌 20公克就可以了 味噌 对味噌 然后花生酱 花生酱 一大匙一大匙的花生酱 然后米酒一大匙 冰糖一大匙 嗯 胡椒粉 这个里面 胡椒粉 这是其实是最后 我们再撒在那个肉上就可以了 师傅等一下等一下 调料再讲一次 来 酱油90cc 酱油90cc 90cc就够了 然后呢 味噌20公克 味噌有没有特别的叫什么味噌 就一般我们喝味噌汤 那种黄的味噌就可以了 然后花生酱 花生酱 花生酱 这里花生酱是不要有那种 上面有油的那种花生酱 就是一般 一般像早餐吃面包吐司那种花生酱就可以了 米酒一大匙 米酒 冰糖一大匙 冰糖 水600cc 水 对600cc 然后胡椒是最后的时候提味一下 对对最后撒下去就好 胡椒就适量 这个胡椒我们可以先 不用放在这个调味料里面 嗯 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个 这个颜色 你看起来那个乳肉那个颜色不是看起来很像琥珀色 对对 这个除了酱油的选用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叫炒糖色 嗯哼 就是说你要用一大匙的沙拉油跟一大匙的冰糖 对 然后小火慢慢的加热 对 加热之后呢 那个糖会融化在油里面 对 那个这个叫糖色 嗯 就是这个东西呢 下去把这个 呃糖色把它做出来 再加到我们调味料里面去 嗯 这个你熬出来的那个乳肉的那个汁啊 才会琥珀色 才不会乌漆抹黑的这样子 嗯 所以那个上色是最后的时候上去的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 嗯 好那首先我先讲一下这个过程好了好不好 就是我们洋葱可能先切成末状 然后呢我们在锅子里面啊先把洋葱啊用大概两汤匙油把它炒到变透明状炒软炒透明 然后就接着把我们这些肉啊就是我们这个后腿肉跟梅花肉的角肉跟梅花肉的肉丝啊 把它全部炒在一起跟洋葱拌炒在一起 然后还有没有猪皮啊猪皮记得猪皮我们要把它切成丁状不要整块猪皮丢下去哦 猪皮要把它切成丁状但是你在你你在切你会觉得很硬的对所以你要先汆烫过对热水烫过之后把它切成丁状或者是用剪刀把它剪成条状也可以对对有时候你会你会发觉刀子很难切对用剪刀去剪 但是猪皮它的后面有那个那个肥肉不可以把它刮掉 肥肉那个都要刮掉对对对你只要皮就可以了嗯 然后这个把这些角肉梅花肉丝跟猪皮啊把它炒到变色之后呢你这时候开始就是要把那个调味料酱油味噌花生酱米酒冰糖水 全部把它加到里面然后大火把它煮开嗯煮开那煮滚啊那煮滚的时候开始我刚刚有讲那个糖色有没有就是另外一个锅子 你就是一大匙的沙拉油跟一大匙的冰糖去把它炒出糖色嗯它变成泡沫状的时候呢你去把那个糖色 冲入我们刚刚炒的那一锅那个肉灶里面乳肉里面嗯冲下去 然后呢你就开始转小火嗯去慢慢炖这个大概要炖它大概一个半小时左右哦一个半小时哦对对对所以卤肉饭做法就是很简单 你只要把前置作业做完之后你只要开小火那我建议说你在卤的时候你就是可以拿到一个类似瓷器的嗯 就是那个陶瓷的那个翁里面啊开销或是砂锅砂锅哦对对对最好这个效果更好对然后卤了一个半小时之后我们其实啊那个像猪皮它已经花掉了嗯 然后你这个你这个卤肉哦摇一尺上来它会开始变得很粘稠嗯都不用再勾芡了对它很粘稠呢而且那个酱汁淋在饭上面你会吃到不同的这个口感有那个 呃肉丝的口感嗯还有这个绞肉啊嗯绞肉的这个Q度那还有猪皮其实猪皮化掉之后它胶质出来之后它还让你吃起来会哎嘴巴会比较润滑一点对而且重点是这种做法的卤肉饭的酱汁都不会有一层油浮在上面是哦对对对你去你以后去吃卤肉饭你要注意一点哦嗯如果它的做法它的那个上面有一层油在上面那个应该是南部的做法嗯 直接用那个三盏吧三层肉直接下去炒对那个都有一层油在上面对对对那我们这个你看我都是瘦肉对猪脚肉梅花肉的肉丝跟梅花肉的脚肉对但是我的胶质滑口感是来自猪皮对对所以说你吃这个哦为什么基隆庙口的卤肉饭很有特色就是嗯它可以吃到肉的口感肉块肉条的口感但是又不会有那么多油在上面嗯嗯嗯嗯嗯对所以这是我非常推荐的一个做法哦那我再跟 这个首先再跟听众重新讲一次哦就是嗯首先要冷锅放油爆香然后之后呢放进绞肉梅花肉跟猪肉丁然后加入酱油炒出香气然后再加入很特别的酱料我觉得最特别是花生酱对其实花生酱它在里面它是一个算是隐性的味道嗯嗯对这很明显就是酱油糖就很重了对对对对但是你花生酱加里面去第一个吃不出来 它让你觉得很滑口但是你嗯嗯吃不出来是花生酱就像咖喱啊你知道吗嗯嗯咖喱我们在做咖喱的时候啊里面要加一点的椰汁在里面嗯还有椰粉嗯哦你吃起来会觉得很香很滑口但是你不会说很重的那个椰汁味在里面嗯嗯嗯所以花生酱的作用是在这里嗯所以加了花生酱米酒冰糖然后胡椒粉水然后之后就呃不用盖锅不用盖锅不用盖锅不用用小火卤 一个半小时大概一个半小时哇然后最后重点是要炒糖色对那个糖色一定要炒出来哇真的是讲完这个基隆庙妙口的你看一下那个那个照片对有没有很好吃的感觉对啊真的很好吃而且是师傅这样一讲我真的觉得真的好吃乳肉饭是吃到那种胶脂的味道不是吃到肥肉的肥对所以我去南部吃有时候那个乳肉饭那个上面都是三盏吗那个肥哦我都把那个肥的撇掉对对对因为吃有点腻对对 但我这种做法是比较不会腻而且不会有油它底部比较不会有浮流油在里面对对对对真的耶大家有没有听的口水已经流下来了觉得你最后啊我跟你讲那个这个酱汁淋在饭上面之后你就把它胡椒粉啊轻轻撒在那个那个乳肉上面然后再拌一拌嗯然后拌一拌然后大口的吃下去把那个肉啊跟饭啊它结合在一起那个味道哦真的是口齿留香哦这样一直说我真是口水要 趕快回去做看看把头腰啊所以大家如果呃想要知道这个师傅的这个台湾小吃图结版真的是要去哦买买这一本台湾小吃图结版图结版图结版酷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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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酷出版的今年才出版的书哦里面真的有很多很多很多啊很多东西宜蘭捕肉是什么这宜蘭很有名的一个特色小吃叫泡肉嘿泡肉这个已经失传很久失传了哦我去宜蘭 为了学这道菜啊真的是跑了好几趟真的才吃到真的非常道地的泡肉因为现在泡肉它其实是很简单就是用猪的梅花肉啊或者是里肌肉肉条去腌制啊腌制之后你外面要沾一个叫脆酥粉下去炸嗯那炸的时候呢它就薄薄叫嘛嗯那艺人呢泡肉泡肉就用它的声音来取这个肉的这个名字啊然后它炸完之后就是外面是酥脆里面是肉香味嗯然后你撒点胡椒 咬粉在吃哇真的是非常的棒哇好那我们再休息一下待会再跟师傅聊更精彩的台湾小吃的旅行 我们再犹去大跟伙似的吧 Our time的改参场 好写似的 我们再来镇antas�了 我们再试吻了 我们再来伙优予的 我们再爱了 我们再来优伟的 поп飓优予的 我们再来优优予的 J'avais envie de voir en vous cet amour Je vous déplaise En dansant en japanase